哈囉我是彥婷 今天呢我要來講男友不懂的三個時尚 第一個 關於唇膏的顏色 補個妝好了 你又補什麼妝 寶貝你覺得我要擦這個還是這個 給你看好了 這個是夏日狂熱 鮭魚菊 然後知性美女 你覺得我擦哪一道好看 夏日狂熱 鮭魚菊 知性美女 什麼鬼東西 三個顏色都不一樣 很難選耶 真的 我眼睛快瞎了啦 顏色的那裡不一樣 第二個 所在食尚的尖端 他這個外套 是賭俠 不冷嗎 超冷的 那為什麼也不穿好 FASHION 有病吧你 第三個 我相信大家都對他有一定的誤解 緊戀被當成狗戀 又發現我今天有什麼不一樣嗎 哪裡不一樣 這裡啊 仔細看一下哪裡 這個 我懂我懂 對啊 今天有漂亮嗎 小狗狗姐 小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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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嗎 大狗狗姐 這些時尚你們懂嗎 小狗狗 小狗狗 小狗 哈囉我是彥婷 那現在呢又到了分享好物的時間 我最近呢用到了一個這個 看起來像一顆球 而且它很搭喔 對 它是拿來洗內衣的 女生呢 內衣一定要好好的保護好 不然奶會歪掉 打開之後 它就像兩個圓的 哇哇公啊 真的 內衣啊 放在裡面 就這樣 放在裡面 然後呢 然後把這個東西壓下來 關起來 然後呢 這樣子 它就可以在裡面洗內衣了 然後重點是 它這個球的設計 可以去 打擊其他的衣服 所以就等於說 變成它不單可以洗內衣 也可以當洗衣球來做使用 所以這是我最近發現的一個好物 推薦給所有女性朋友們 就是洗內衣的話 如果單純是用手洗 或者直接丟洗衣機的話 那種鋼圈一定會壞掉 所以就是 推薦給大家這個好東西 就這樣啦 掰掰